哈囉朋友各位我是瘋狗 這一次我們來的 這一次我們要講的是關於 Torio 這是這一次我製作的方格子 可是 老實講時間上的關係 變成說我對他 我對於這一次製作的 並不是非常滿意 我覺得還有很多可以在修改的 有些東西做的時候 你拖的時間太長 然後又太忙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種就是 啊 及格就好 因為我想太多 可是就是覺得這樣很鳥啊 一方面覺得這樣就好 一方面覺得這樣超鳥 在這種想法之中 把這東西做完 我其實很無奈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算了就 暫時先這個樣子吧 目前是先製作成這個樣子 如果之後我還有心思 或者是有空再去做調整的話 我會再做調整 老實講我一開始在設定的時候 有點把他想的過於複雜 其實不應該 不應該要把他想的就是 不應該要做那麼複雜才對 以他在遊戲內的 角色形象的話 他其實做工上並沒有那麼複雜 喵的就是因為那個 那個銅人裡面那個角色 衣服畫太緊了 然後我一開始想說 要不要做個腰身啊 然後結果我設計了 然後就衣服的部分 我光是身體 我就做了三格 後來講一講不對啊 做出來怎麼做都覺得很鳥啊 怎麼做都覺得 怎麼做都不太對勁 然後我就整個重新推翻 然後重新思考說 這東西到底是怎麼樣成型的 我最終決定就是 以他遊戲內的樣子去設計整個身型 不過其實稍微覺得頭有點小啊 蠻奇妙的 然後你們會看到就是 嘿 呃 在製作的時候 其實 他的眼睛某些部分上面 我是直接要套用了 套用了就是遊戲內的一些素材 一方面當然是因為實際上 問題一方面是覺得就是 突然看以後也看不太懂 他是怎麼樣做 畫出那個眼睛的那個表情 所以我就只好 物質貼上來做處理 有些不是 有些是 有些不是啊 大概一半一半 然後呢 你們會看到一些 就是手臂 你們會看到一個手臂就是 看起來坑坑巴巴的 有洞 然後有 有一些洞啊 什麼東西 然後看起來很奇妙的 這個是在製作過程中 一直在去思考 我一直在思考 到底要怎麼做才好 老實講這個手臂做的時候 我最終的想法就是 怎麼處理都沒有辦法很好的處理 他的中間 空隙過於過大的一個問題 老實講 中間的空隙實在是太大了 就變成 我是覺得很難看啊 有觀眾跟我講說 有點過大 我是看了很久之後 我也才終於覺得說 好像有點太大 因為我一開始想說的是 有需要到嘴巴嗎 如果要嘴巴還要多做一次 因為我當時卡在說 到底要讓他 要盡量簡化他 還是要盡量 盡量的去還原他 最終的話 我還是讓他 以 就是以他 就只有一個鼻子 就是 就以一個方格去製作 這樣子比較方便 不過 極確看起來是有點奇怪了 這一次的 這一次的腳 其實也是屬於不能動的類型 就 他就固定在上面 因為 再怎麼想 都覺得說 一直讓他沒辦法 很好站立 真的太誇張了吧 所以 在這樣的想法下 我就只好先嘗試看看說 如果 一開始就讓他無法動的話 會不會比較好 其實是穩的啦 其實是 會穩 這個樣子其實是會穩 但就 我覺得 失去了一點互動性 然後 道具跟 表情的話 一樣都是有 而且這次的道具比較特別 你應該有看到就是 火焰是直接牽在手上面的 所以他就會有 看起來像是 火焰特效的感覺 不過一開始我原本是想要拿 塑膠片去做的 額 不過 一樣會有不穩的問題 我覺得是會 那抖來抖去啊 會自己掉下去啊 這種不穩的問題存在 可能之後還是要 嘗試使用 用塑膠片 黏在塑膠片上 然後再做 那如果你們還沒有投票的話 趕快去投 然後投完了之後 這個部分 基本上就是 額 結束之後我會再 再 丟出 結算表 跟他的 就是 後續 投票出來的六位角色 之後 再把我 把我內定的名單 跟投票出來的角色 合在一起 就是 Undertale 所有會製作的角色了 之後我也就不會再 進行 除非說 有某些角色是需要調整的 要不然我就不會再動這個系列 把這些角色都做完 調整完之後 我就會再進行 下一批遊戲系列的製作了